记者彭宛新台北报道,针对美国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四日于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Hasson Institute,发表重要演说,高度肯定台湾民主发展成就,同时也重申台湾关系法。 外交部对于美国政府展现一贯道德勇气,为我掌义之言,并以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海安全及区域和平的重视,表示感谢。 外交部说,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演说中也谴责中国当局一连串打压台湾国际生存空间,夺我邦交行径,意图破坏台湾海峡的稳定。 外交部对于彭斯副总统代表美国政府展现对台湾的一贯坚定支持,表达诚挚感谢。 外交部强调,美国政府所接触并积极推动的自由及开放的印太战略,提倡公平自由贸易及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台湾作为实施市场经济及奉行民主体制的区域内重要成员, 乐愿在既有良好基础上与美国及理念相近国家携手合作,善尽区域成员的责任,在促进区域和平稳定及繁荣上继续扮演关键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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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